- 各位我們現在到了日本了 - 今天是蔡家的家庭旅遊 - 給你們看一下今天的陣容非常大 - 今天是蔡家的家庭旅遊 - 今天是蔡家的家庭旅遊 - 吃到小妹其他人都有另一半 - 咱們煮完菜再加油齁 - 煮完菜再加油 - 等一下你看我影片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 我們現在要去 - 這裡 醒樹 - 我們現在要搭地鐵 - 日本的地鐵是非常準時的 - 因為他們就是非常熟絲的一個國家 - 放開一下囉 - 我們現在等地鐵 - 我們已經到了元宿 - 因為元宿附近的話 - 就是有一個神宮橋 - 就是蠻好拍照的 - 那個橋其實我昨天看到的是有點像 - 我們去年去的千本鳥居 - 就是類似一個五度這樣子下來的一個橋 - 給你們看我今天的穿搭 - 其實是走一個藍吊的風 - 因為其實今天的地方都是比較灰暗的色 - 所以我就配一點點比較亮的 - 今天帶了一個貝雷帽 - 還有夾一個假的眼鏡款 - 還有香奈兒的包包 - 哈哈哈哈 - 十九千 - 這個變十九千了 - 哈哈 - 我今天的穿搭是比較不像我的穿搭 - 這樣子配其實蠻好 - 這像什麼風呢 - 學士風 - 英國風 - 因為圖書館老師喔 - 看到我身後嗎 - 我們現在就在明治神宮的大門 - 非常有標誌性的一個地方 - 我們走到裡面去其實是蠻像 - 像森林一點的地方 - 就是兩邊都是樹木 - 然後會有一種旁邊都是樹 - 但是你就很特別 - 如果你站在中間拍照的話 - 我們終於到了明治神宮 - 我們走了一段路才到 - 其實沿路的風景也蠻好拍的啦 - 是很有日本的感覺啦 - 拔咖 - 拔咖 - 會不會太大聲了 - 等一下人家以後我罵他拔咖 - 這邊的地方咧 - 就是比較像是觀景比較多 - 而且我們現在來的季節咧 - 是比較多楓葉的 - 還可以補照到一點點楓葉的風景 - 很漂亮 - 我們現在到路口 - 這叫男神門 - 男神門 - 不是這個男神門 - 男神在這裡 - 謝謝大家 - 尷尬唷 - 尷尬唷 尷尬唷 - 不知道這裡是不是有什麼很重大的歷史文化 - 然後你竟然在那邊吸鬧 - 跟你們講 - 男神就要跟男神門拍照 - 現在進入拍照環節 - 現在一定是不懂自己要講什麼 - 拍照 - 剛剛就是拍照了啦 - 喔 我們拍完鳥 - 我們要來開頭嗎 - 你不要這樣咧 - 你不要這樣咧 - 你可以懂一下我影片的節奏嘛 - 我身後的咧 - 這裡就是他們祈願的地方 - 然後一個祈願的話就是馬幣20塊 - 我覺得是蠻划算的 -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去那個 - 就是千島鳥巾在原附近的話 - 是一個要1000塊 - 大概100塊馬幣 - 要不要祈願呢 - 各位你們看是不是能多想喜悅 - 要跑喜快啊 - 我要許我的錢要多一點 - 這種對錢的願望是要趕快的 - 你知道嗎 - 喜悅的地方 - 我來這邊呢我就要許 - 許什麼問啊 - 許嘉玲 - 許嘉玲 - 長一半 - 很好笑咧 - 我要阻止這種冷箱畫在我的Vlog裡面 - 說什麼要許嘉玲嗎 - 許嘉玲嗎 - 許嘉玲你知道嗎 - 許凱浩 - 我們買了我們的願望版 - 寫在這邊啊 - 寫在這邊啊 - 對 我們寫在這邊 - 如果有來這邊了 - 來給我們的願望合照 - 寫金幣 - 太長了 - 你的心願可以寫得有誠意一點嗎 - 還是偷看我的 - 做符語還要看我的 - 其實你們懂啊 - 只要一個願望就可以實現全部啊 - 就是心想事成 - 你心想什麼就成功了嗎 - 有一點老套啦 - 心想事成 - 欸 我也有寫 - 欸 我也有寫 - 啊 老套啦 - 哈哈 - 來 這個願望也給你們 - 新的一年耶 - 認識我的 愛我的 - 都可以身體健康 - 心想事成 - 一生平安 - 多麼偉大 - 花了20塊錢 - 祝福你的家 - 對了啦 - OK - 居然可以賺大錢 - 居然可以一直確立心 - 居然可以開開心心 - 一直幸福 - 要貪心齁 - 二十塊百元左右 - 八卡鴨肉 - 人在罵我嗎 - 罵最鮮的地方 - 弓箭 - 要貪心齁 - 要貪心齁 - 要貪心齁 - 可以了嗎 - 可以了嗎 - 可以了 - 夾第一個丟掉你知道嗎 - 我們來看菜場 - 覺得祝新一年呢 - 居然是我的人 - 愛我的人 - 你一定是沒有那麼大愛 - 你看 你看 - 哈香 - 所有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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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新一年呢 - 居然是我的人 - 愛我的人 - 那個是我的 - OK - 現在4點27分 - 應該是說 - 這邊4點30就關門了吧 - 我們來到這裡 - 差不多2點 - 然後到現在 - 等到這邊關了 - 我們才出來 - 我不想 - 我不想看他們 - 他們好煩喔 - 哈哈 - 你看他們 - 不要再唱 - 剛才對 - 鎖 -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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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 - 哼 - 哼 - 有一個 -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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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了啦 - 好 - 哼 - 你們懂嗎 - 音道小王主要玩什麼 - 它小王變泡 Bee ba la booloo ba la 對不對 對 這很老了 好 現在我們呢 就是要去逛街了 因為這邊也關了 既開屏就成功 對 現在才4點半耶 天就超快就暗了 我不知道這影片要怎麼剪 應該很多雜訊 對 各位人人啦 好啦好啦 我們去逛街 Yo 我們到DC了 今天就是樂園的一天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這應該是我youtube裡面 unlike可能最多的一個影片 然後他們講 這時候我要看白雪公主 然後長這樣 白雪公主 好像我小時候不是喜歡白雪公主 你知道嗎 反正我會揍她 看今天的穿搭就是 這是什麼風 情侶風 這穿搭是她要我穿情侶裝 這穿搭是由我來負責的 欸 還是我負責的好了 我們就搭配了一個白色牛仔風 然後剛好我有買一個小背心 剛好可以跟她搭 白雪公主風 對哦 這白雪公主真的是很搭配我的 因為聽講 Disney 系的話會比較灰色色調 所以的話你穿亮色一點的話就比較好看 拍照也比較好看 走 我們進去 看我們身後的樂樂換裝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們知道白雪公主 不可以超過12點回家 下午12點 Sorry Sorry Ib 回顧你了 為什麼你要講梗還講錯 剛才我一進來喔 那個人講 Sorry 我一要給我拍照啊 然後他跟我講 This No 我直接顯掉 可以穿Costume進來 超可憐 本來也是最大的亮點 直接超普蘇去 東京的第三天 我們到前草寺 東京有一個最著名的一個大大的燈籠 那個雷門很好拍照 來 住手 Go 我是導演吼 我只是幫忙拿下罷了 我們今天穿的是毛茸茸的長袖 這是在韓國買的 這個喇叭褲 如果你是上衣是白色的話 你不要一直晃 你穿 你在牛仔 配白色是不會錯的搭配 我們來到這邊不久了 我們就看到一個很好拍照的地點 就是我們剛剛路口一進來 沒有一個小河這裡 站在中間拍照 哇真的是超好看 我們現在走到了觀音塔 然後這邊的建築物也很好拍照 因為它就是走一個紅黑色系的 你只要站在角落 拍到建築物跟你自己 有一種真的是日本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要去拍最紅最紅的地點 就是那個大大的雷門 很可惜 你看今天就是陰天超可惜的 那天空暗暗 昨天的天氣很好 但是昨天很好啦 我們有在迪士尼 所以值得啦 OK啦 沒關係 我們結束拍照啦 所以我們的方法沒有方法 就是 excuse me excuse me 這樣子而已 所以大家大致上都沒有拍到什麼路人 讚喔 東京的第四天 我們來到了東京鐵塔 要怎麼拍勒大師 東京鐵塔呢 我們就有一個景點啦 那個景點也是Google找出來的 就是在一個樓梯拍上去 嗯哼 就這樣囉 哦 還有我們今天也會去一個公園拍這樣子 嗯哼 那我們的停車場在哪裡 呃在前面走路一下 這樣我們要過去嗎 你講什麼廢話然後要過去啊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拍照的景點 然後這個景點咧 你看 就是要排隊的 但排隊有一個好處就是 不會有人擋著你 所以你可以很安心的拍照 所以排隊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今天的穿戴也是比較成熟的風 因為之前有看過有些人這樣穿 我覺得蠻好看 所以我就模仿模仿一下 穿戴的宗旨就是多看別人的穿戴 然後抓自己的感覺去模仿 然後裡面就穿一個襯衫 然後戴一個外套 西裝外套 再戴一個裡面的高領 因為想說天氣這邊比較冷 所以我就打算這樣子穿 又是牛仔褲 這個牛仔褲是比較修身的 不要修腿型的 你不會看到你的腿型長得怪怪的這樣 腕子的話我是跟著我的襯衫配的 想說有一個對搭的顏色感覺蠻好看 各位我們已經等了 這個GAT等了快30分鐘 真的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看過別人的示範圖 所以真的是很漂亮的那一種 你們看 燈 嗯 看這麼多人拍對 排在我們後面的應該很慘 我們有9個人要拍照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樓梯了 已經到我們了 你看就是這樣子 中間它會在你的正中間 可是我們覺得 來到這裡的話一定要帶閃光燈 它外面是亮的 然後樓梯裡面是暗的 你的臉會很暗 但後面會很曝光 如果你有閃光燈的話 你的臉就會很漂亮 然後這裡的穿搭的話 因為它左右的牆都是灰色的嘛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大家穿 比較亮一點的顏色啦 這裡的地方其實很好找 你只要你跟著在東京鐵塔走 馬路的話它就會在你的左手邊 很快就會找到它了 如果講建議拍照的時間 我覺得 現在這個時間是蠻棒的 現在是大概3點多 因為太陽沒有那麼強烈的話 就不會拍到東京鐵塔很曝光 YA 我們已經結束我們的 東京鐵塔的拍照了 是真的在階梯裡面拍照是蠻好看 記得要帶閃光燈 這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這次也不知道 這個巷子裡面是其實要帶閃光燈 所以我們沒有帶外接的閃光燈 我們用的是相機內建的閃光燈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佳啦 我是這樣覺得 所以如果你有外接的閃光燈的話 應該是最棒的 如果普通手機的閃光燈應該也是不錯 但就是可能沒有到特別的好 現在東京的第五天 今天會比較晚一點 因為我們今天要拍夜景 這個地點呢 其實白天晚上都很好看 所以我們選了一個比較中間的時間 就是大概3點多時候 過來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拍白天 又可以拍夜景對不對 很棒吧 你要去到這個觀景台呢 要一個人大人喔 要80塊馬屁 OK OK 哇 菜才OK喔 哎唷 等一下我在幹嘛拿錢 啊哈哈 付錢的男人真帥 嘿嘿嘿嘿嘿 帥 但是14樓到45樓 它是另外一個路口去上去 所以一定要買一個票 我們現在鎖好Locker了 Franor Locker是要100塊 然後咧 你的相機還要戴著這個 好慘你昨天有買耶 可以拍上庸場 不然你是不能戴相機進去的 不能戴帽子啊 那些都不能 所有會被大風吹上的東西 都不可以戴 這樣不可以戴場板 應該不能戴我 我會被風吹走 好漂亮喔 欸 排隊排隊 各位 你們看 這就是45樓的高度 你們看 超級美耶 好漂亮喔 我覺得今天很可惜 因為看有霧 因為我們看其他人的照片 是沒有霧的 這唯一一點點可惜的地方 我要給你們看我的穿搭 今天沒有什麼特別的行程 但是就是 就只有這裡 但我今天覺得我 我的穿搭也蠻適合這裡 因為比較亮眼嘛 反正有戴一個帽子的 然後我的衣服本來就是 配這個帽子 因為這衣服反過來的話 就會有一個綠色的反面 對 本來是配那個帽子 欸 爸爸 你要入鏡啊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還有配一個闊褲 你看這愛迪達的闊褲 超好看 整個這個仙腳超級超 這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一吃飽的話 就能看到腹部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肚腑 對 就是一個唯一的缺點 所以其實都還好 因為我們有參考到 要怎麼拍嘛 就是最夯的拍照地點 就是在那裡 他們現在在拍的 就是那個角落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排隊 拍照 就是這個尖角 你看這個超好看的 真的太好看了 你看真的可惜就是 今天的霧比較大 這個是紅亮的相機 謝謝紅亮 我覺得FUJI的相機 真的是可以考慮耶 因為它是自帶濾鏡 就是你一拍照 就有濾鏡的感覺 然後這個相機 就是比較適合那些 可能不是很會調色的人 就是可以照片一輸出到手機喔 就可以上傳了 真的 不是業配喔 這次還花錢買的 殊聖爺想買的 我自己都想買 講真的 我覺得我們真的把這個地方 用到零零禁止 八十塊就是要這樣子用 連樓梯都可以拍 你知道嗎 下去要拍快點拍 下去要按了 攝影師很讚喔 快快快快 給你們看 好苦功官的攝影師 可以跑 你看他們在上的那裡 好啦 今天我們這個景點叻 就到這裡 而且我們拍到晚上超好看 可是如果你要拍很晚很晚的夜景的話 就盡量不要穿黑色啦 因為黑色的話是完全看不到的 OK 各位 我們今天的東京之旅已經結束了 其實我已經想過很久了 我覺得旅遊改改的戲耶 都是你們在看我玩 我覺得有點過意不去 所以呢 這次我在迪士尼戲的時候 我就買了三張禮物給大家 這就是Duffy 因為我覺得他很可愛 雖然說Mikki Moe是很象徵Disney的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很可愛 是我會喜歡啦 我覺得大家也會喜歡 想要迎娶這三個禮物的你們 你們就 隨便一點留言一下 你最喜歡這影片的什麼 很容易得到吧 然後記得分享這個影片 然後Share給大家看 這樣你就可以有機會得到 這三個東西 我會抽三個人喔 好 訴訟改改影片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